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 用这个美质袋栽种的这一盆香中 现在已经长新叶出来了 可能是由于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所以长得也不是很旺盛 大家看一下现在长的这种状态 确实我也不太满意 因为毕竟花了这么多心思 但是没办法 因为它放在户外养护的 导致了土壤有点积水 根系还没长好 这个新叶片就长出来了 所以就导致了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为了提高它的抗性 为了给它补充营养 这个时候呢 不得不给它使用一点这种 耶姆妇儿原液 因为这种妇儿原液 它可以快速分解土壤中的一些有机制 转换为营养 而且又不会产生肥害 按照1比1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而且这种耶姆妇儿原液 它里面的有益微生物特别丰富 有益菌非常丰富 可以提高植物的抗性 又可以促进土壤中的有益菌生长 有益菌多了 土壤就会变得疏松透气 提高植物的抗性 提高它的抗冰害能力 同时又可以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加强壮 所以说大家通过盆栽的香葱 尽可能把它放到没有被雨淋的地方来养护 尤其是刚刚上盆之后 这个叶片没有长得多高的这段时间 如果说它长得比较旺盛了 我们拿去给它淋一下雨也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一定要保护好 好了这就是我这一盆香葱目前的状态 出现的一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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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